以呼吸抗老化为主题 来自印度的阿萨克 结合了印度瑜伽的传统智慧 包括了手印 呼吸练习和正念冥想 为中山乐林学习中心的长者 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身心灵体验 然后他们也能修身健康 以后能修身健康的身体 我教他们10重要的身体 为健康和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们能修身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们也能修身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们也喜欢这种程度 他们也喜欢这种程度 我教他们 how to do walking during rainy season if you cannot go out inside the house for a small space how you can walk and get the same benefit walking outside walking four kilometers so that also I taught them and they enjoyed that 这个跟我们藏博爱的印象 教我们这个乐林呢 乐林者来做一个呼吸 印度的呼吸 然后非常简单 他也教了几种用手势的方式 然后教怎么样坐在椅子上 也可以练身体 让我们的身心灵提升 然后最主要也是一个正向 正向的能量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 达到这个身体非常的健康 抗老化 那尤其他也有为我们这个基隆 地区多语 通通在室内 也可以用室内的方式来练瑜伽 真的是收获很多 用正面 用积木随活土 然后用手指 呼吸 透过呼吸 透过正面来 进化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 获益非常的多 平常都是一些身体上的活动 那今天可以坐在饮上面 还有手指头的一些运用 我觉得非常的棒 来自印度的阿萨克 分享了七个健康观念 从饮食 运动 正念思考到感恩 宽恕 接受现实与实践爱 而爱的力量 是最大最重要的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